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 由于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中国决定暂停与美国的军控和合不扩散谈判 这一决定 距离两国在近五年来首次正式对话 仅仅八个月 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国持续的军售行为 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的信任和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方面则对此决定表示遗憾 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其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出中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也使得未来的军控谈判前景更加不明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美因台湾军售问题而陷入僵局 来源 Washington Po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 这一次的焦点落在了台湾问题上 随着美国无视中国的抗议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国决定暂停与美国的军控和合不扩散谈判 这一决定来得突然 但背后的原因却早已埋下伏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中国对此举动感到极度不满 他说 在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里 尽管中国坚决反对并多次抗议 美国仍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并做出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美互信的事情 这些话语充满了愤怒与失望 凸显了中美之间那日益扩大的裂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此表示遗憾 并强调华盛顿将继续在面对中国威胁时 加强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支持 他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中国选择效仿俄罗斯的做法 声称在双边关系存在其他挑战时 军控谈判无法进行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战略稳定 增加了军备竞赛的风险 这一宣布正值美国对台政策 在11月选举前悬而未决之际 前总统和共和党提名人唐纳德 特朗普周二质疑华盛顿长期以来 对台湾的军售政策 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被中国视为其领土 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 特朗普指责极其富有的台湾欺骗美国 夺走了其在电脑芯片制造中的角色 并建议台湾应该为防御付费 特朗普说台湾对美国毫无贡献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向台湾提供武器和训练 这一关系在拜登政府和两党议员的推动下 近年来有所扩展 2022年国会授权美国政府 从2023年到2027年 每年为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安全资金 今年4月 国会批准了20亿美元的亚太地区安全补助金 作为更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支出法案的一部分 议员和政府官员还承诺 加快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积压 包括对其F-16战斗机舰队的关键升级 上个月 国务院批准了价值约3.6亿美元的新导弹 和无人机销售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北京的强烈批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必要时 将以武力夺取台湾 近年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 进行了一系列升级的军事演习 拜登政府在11月 主持了两国高层核武器官员之间的罕见会谈 这是重新开放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高层沟通渠道的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尽管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这一重新接触 指责白宫对中国态度软化 但政府坚持认为 特别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 对于管理冲突威胁至关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在1月的一次外交关系协会活动中 谈到与北京谈判的理由时说 目标不是掩盖我们的分歧 我们的目标是解决误解和误传 避免重大意外 但中国因美国对台军售 而拒绝继续进行和不扩散谈判 凸显了这种接触范围的局限性 拜登正面临一场危险的选举 林健说 中方决定暂停与美国就军控和不扩散 进行新一轮磋商 责任完全在美方 这是中国首次公开确认谈判陷入僵局 尽管美国官员今年早些时候 已经表示北京的承诺有所减弱 3月 国务院副国务卿邦妮詹金斯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 尽管初步讨论有希望 但北京拒绝了后续会议 并未对华盛顿提出的减少风险建议 做出实质性回应 他说 中国核弹头的快速增长 以及俄罗斯自身庞大的核武库 引发了美国可能很快面临两个扩张性 和武装重大的对手的担忧 五角大楼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 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 并可能在2030年前将这一数字翻一翻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估计 美国拥有大约3700枚核弹头 这一系列事件让中美之间的军控会谈 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强调 只有在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并创造必要条件的情况下 双方才能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其对台湾的军售政策 以避免进一步激化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一决定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不满 随着美国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 中国感到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选择暂停与美国的军控会谈 旨在向美国施压 要求其改变对台湾的军售政策 总的来说 中美之间的军控会谈前景不明 双方需要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 这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双边关系 也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宣布因美国对台湾持续军售 决定暂停与华盛顿的军控 和和不扩散谈判 这一决定 距离两国在近五年来首次正式对话 仅仅八个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尽管中国坚决反对 并多次抗议 美国仍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并做出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和中美互信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马修米勒称 这一决定令人遗憾 并表示华盛顿将继续在面对中国威胁时 加强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支持 这一宣布 正值美国对台政策 在11月选举前 悬而未决之际 前总统和共和党提名人唐纳德 特朗普周二质疑 华盛顿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军售政策 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 被中国视为其领土 特朗普指责极其富有的台湾欺骗美国 夺走了其在电脑芯片制造中的角色 并建议台湾应该 为防御付费 特朗普说台湾对美国毫无贡献 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向台湾提供武器和训练 这一关系在拜登政府和两党议员的推动下 近年来有所扩展 2022年 国会授权美国政府 从2023年到2027年 每年为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安全资金 今年4月国会批准了20亿美元的亚太地区安全补助金 作为更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支出法案的一部分 议员和政府官员还承诺加快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积压 包括对其F-16战斗机舰队的关键升级 上个月国务院批准了价值约3.6亿美元的新导弹和无人机销售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北京的强烈批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必要时 将以武力夺取台湾 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台湾周边进行了一系列升级的军事演习 拜登政府在11月 主持了两国高层核武器官员之间的罕见会谈 这是重新开放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高层沟通渠道的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尽管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这一重新接触 指责白宫对中国态度软化 但政府坚持认为 特别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 对于管理冲突威胁至关重要 中国因美国对台军售 而拒绝继续进行和不扩散谈判 凸显了这种接触范围的局限性 拜登正面临一场危险的选举 林健说 中方决定暂停与美国就军控和不扩散 进行新一轮磋商 责任完全在美方 这是中国首次公开确认谈判陷入僵局 尽管美国官员今年早些时候 已经表示北京的承诺有所减弱 3月国务院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 尽管初步讨论有希望 但北京拒绝了后续会议 并未对华盛顿提出的减少风险建议 做出实质性回应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估计 美国拥有大约3700枚核弹头 而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五角大楼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 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 并可能在2030年前将这一数字翻一翻 总的来说 中美之间的军控会谈前景不明 双方需要在尊重彼此和新利益的基础上 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 这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双边关系 也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且听一言 中国决定暂停与美国的军控 和合不扩散谈判 这是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 自古以来 中国强调的是何而不同 但美国却一再挑衅 向台湾出售武器 这分明是在给火药桶加柴 美国这边说什么令人遗憾 其实就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安得什么好心 中国有权利 有责任保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原则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恩怨 且慢吐火 台湾问题确实敏感 但美国对台军售其实是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法律义务 这就像是精平美理的潘金莲 总得找个西门庆来撑腰 否则怎么活下去 美国通过军售保证台湾的安全 自然也在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 要是中国真觉得不爽 与其闹脾气不谈和不扩散 倒不如坐下来好好谈 毕竟和武器可不是开玩笑的 谢琪琪 你这比喻倒是个好笑的笑话 但历史告诉我们 一山不容二虎 尤其是当其中一虎还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不过是想在中国的门前耀武扬威 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更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1950年代的美苏冷战时期 多米诺效应让世界几乎走到核战争边缘 中国暂停谈判是在提醒美国 别以为趁火打劫就能得逞 楚天书 您这话听起来像是北京城里的八大胡同的老大 我们来看看实际数据吧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CIPRI的报告 美国2022年向台湾出售的武器量 仅占其对外军售总量的3% 这么点凉 还指望汉动龙的传人 中国的反应未免有些过激 暂停军控谈判 最终受害的是全球安全 这就像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携天子以令诸侯 最终结果如何 还不是引来更多的内忧外患 中美之间的合作才是王道 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谢琪琪 你这话倒像是说书先生的评书段子 数据固然重要 但情势已经摆在眼前 中国不能坐以待毙 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 面对朝廷的压迫 不得不揭竿而起 美国对台军售的背后是政治操作 亦在围堵中国的崛起 与其被动挨打 不如主动出击 暂停谈判是一种策略 让美国明白 中国不是好欺负的 这场棋局 中国必须下的有智慧 有策略 楚天书 你这话倒是有点大侠风范 然而 现实不是武侠小说 根据美国防部的数据 目前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仅有9个 其中美国和俄罗斯占了90%的恒弹头 中国的核武库虽在增长 但与这两个大国仍有差距 暂停核谈判 会让这个世界更安全吗 恐怕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既然你提到了水浒传 我们不妨学学宋江的智慧 招安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坐下来谈 总比拔刀相像要好得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这次又有大新闻 中国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决定暂停与美国的军控和核部扩散谈判 这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国际关注 大家都在看这场政治角力会如何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强调 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 持续对台湾进行军售 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的信任和双方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氛围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 国际政治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双方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不满 林建这次的发言无疑是一次硬钢 直接把责任推给了美国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则表示 对中国的这一决定感到遗憾 并将继续加强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支持 美国一向强调其对台湾的支持是基于 《台湾关系法》的法律义务 这让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特朗普更是火上浇油 指责台湾毫无贡献 并建议台湾应该为防御付费 这种说法无疑是对台湾的一次嫌弃 让人不禁想问 台湾到底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摇钱树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向台湾提供武器和训练 这一关系在拜登政府和两党议员的推动下近年来有所扩展 美国国会今年4月批准了20亿美元的亚太地区安全补助金 并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积压进行加速处理 包括对其F16战斗机舰队的关键升级 这些行为无疑是对中国的一次次挑衅 难怪北京要发火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必要时将以武力夺取台湾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了一系列升级的军事演习 这种肌肉秀无疑是对美国的回应 拜登政府虽然在11月主持了两国高层核武器官员之间的会谈 但这次的事件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接触的效果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曾说 与北京的谈判目的是避免重大意外 但这次的事件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有趣的是 中国这次的决定也反映了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不满 随着美国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 中国感到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这次暂停军控会谈无疑是一次施压 要求美国改变对台湾的军售政策 这也让中美之间的军控会谈变得更加复杂 总的来说 中美之间的军控会谈前景不明 双方需要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 这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双边关系 也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这场国际政治的烟雾弹何时能散去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可以参与提出 参与 跟坊子大夫人或许可见 达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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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大夫人都比达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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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到